所以说你看我喝了走向社会 七哥最早有摩托车最早有骑士 在我生命中我是最早有摩托车的骑士 然后开了补城包子铺 倒卖牛仔装 我倒卖牛仔装的时候 邓丽君实在是你们在哪呢 电子表你们在哪呢 我进北京炮兵大院 北京军区大院你们在哪呢 哪有这些王八蛋刚才说的那些富豪啊 但你看到七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创建了玉达盘古方正海通 一系列的基金公司 七哥从来没出过名 没人知道我 七哥的眼睛里你可以看到 不管我多胖 我的眼神你可以看到 对共产党的杀略 对共产党的恨日积月累 现在我倒平静下来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理想和信仰一定会实现 我反而很平静 那个时候我是每天都不能平静的 说实在话没有一天平静 那真是我那三十多年跟共产党是周旋到现在 太多了 你看那些照片 你看这些人 他们全完了 战友们永远不要成为金钱的努力 永远不要和邪恶者为伍 永远不要急功近密 永远不要被眼前的现象给迷惑 新中国联邦人最重要的事情就学会辨别真假 知善恶 中国人不知善恶是核心的问题 不知真假才是中国社会的根本的根本的问题 这就是中国没宗教没信仰 更不要说我们的新中国要创造的人类的新的生存模式 你从这些所有的这些豪华生活你看到里边的人现在都是世界上的精英啊 你们不知道啊兄弟姐妹们你们不知道是因为你们过去太不了解中国了 过去三十年真正的中国牛人就是国务没有第二个 有我的时候没有他们 我搞房地产的时候中国只有一个两个房地产叫中房和深房 我搞牛仔裤 我倒卖这个所有电子表的时候 从1982年83年中国有几个企业家告诉我 谁知道马生利 谁知道木齐中 七哥到黑龙江 到黑河 到布拉克森西维克 倒卖坦克铁的时候 七哥才年仅13岁多一点 七哥85年结婚 这不是催牛的吧 这你嫂子可以做生吧 是吧 我儿子都36了 你们想啥呢 七哥的过去可以告诉你们 七哥有能力带你们走入新中国联邦喜马拉雅